世界上最差的风水格局 即将现行 其实我们今天呢 先不要讲运势上的问题 他们家已经到达一个 病入膏肓的一个境界了 所以我们 对 你看他们家呢 唯独聚气的地方 我而且又发现了说 这个大门呢 跟那个阳台呢 其实都有穿长风的问题 它这个 其实呢 这个就是一个风水格局 我们讲十二大败的一个风水格局 凉煞门煞没在怕 再夸张也帮你现场搞定 今天就是要来帮你鼓鼓 对 能解救他们家狭窄的 可以 不要小看 它有这个 哇 你制作单位今天好大方喔 对啊 大多比耶 解决它的那个凉呢 压床的问题呢 我们就是可以掉一个 它具有稳定磁场的力量 所以你就说 如果说床真的没有地方摆了 它就是一定会有 凉压床这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用 来化解 最糟的格局 当然需要最强效的法宝 好 来助振 欢迎收看风水气象报告 是的 最近天气多变化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 最新的天气引渠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最新的气象报告 也就是呢 现在台风布拉1已经接近台湾 而它的好朋友布拉2呢 已经因为藤原相遇的关系 来个回马腔 又回到了台湾附近 是的 没错的 如果呢 不如了解布拉1跟布拉2的 让我由国语来解说 布拉甲在这里 布拉1在东港这边 非常新鲜 很新鲜 往上游 往上游 去找布拉1 是的 现在呢 我们就请我们的特派记者 小珍为大家报导 现在呢 最新的天气状况 好大 好大 是的 是的 我位于这边 这边是哪里 东港在岛布拉1 天哪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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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回到现场 是的 天气都会变化 请大家做好防财措施 谢谢大家 天气再怎么可怕 也没有我们即将要到 这个人家可怕 真的 我跟你讲 其实呢 一切都是因为他的风水 让我们两个消成这样子 真的 好可怕喔 对啊 我们来请老师来好好帮他 一个忙碌 我跟你说 我们的风水已经做到 第四季了 对不对 大家也知道小CALL 是我们现在目前称霸冠军 风水最糟的 没想到 有人打败小CALL 没错 大家即将看到了 就是极饿风水 极品喔 真的可以说是 本年度最糟糕的风水 真的 没错 所以要请阿汤哥 好好来解救他了 没错 遇到年度最坏风水 阿汤哥当然也会毫不保留 而且还要教大家 用最抗掌的华煞妙招 对抗顽固煞气 而委托人丫头 用这招牌的娃娃鹰 加上无厘头的个性 让他获得不少粉丝的热爱 虽然外表柔弱 但却一肩担起家中的经济 搬进租屋处三年了 家人的健康运势 却都明显倒退路 不论是客厅 厨房 甚至卧室 都出现了令人不解的格局 以及摆设 但是观众朋友有福了 这个集结所有煞气的屋子 老师就要现场一一破解 真的要去吗 老师 哪里 我们还是往前走 不是 你看 它不会掉 那刚才怎么造型租屋 我们在哪里 真的 你看他们店里有店箱 一大堆的 对啊 是这一间吗 这一间吗 就这一间吗 对啊 就这一间啊 可是这一间门看起来不错啊 很好耶 富丽堂皇的 对啊 你看大家恭喜财神道 而且这个大门非常有气势 其实它就是一个 金玉其外的一个代表 所以后面就是皆拜序其中 对 洋宅山药宿的大门 唯一个家的门面 好的门不仅代表静跪等科 更能将门外的煞气逢凶化吉 但是这却藏不住门内的凶恶风水 嗨 安侯儿 嗨 阿侯 嗨 嗨 嗨 就我进来了 好难的 为什么要摔开 跟我一起请问一下你有钥匙吗 因为你把门锁起来 没有 我太... 好巧 我想说 但是可以吗 好 可以 可以 有 可以 有没有 我当初就是被这个门骗 好像也租了这里 真的假的 里面很恐怖 怎么会 这个门看起来很体面耶 里面是偷外面吗 就是是一个很诡异的格局 那你干嘛还租 我当初就是想说便宜 就后来发现原来比它更便宜 还有更多 妈 她说我不知道 所以你都不先比较的吗 因为我那时候找就是两万多块三万 就突然有个两万多块好便宜 然后就租了 结果后来 殊不知还有一万多的 很天兵的感觉 而且因为你花两万多块租了这边 反而如果里面真的风水不好 到这样 反而会让你气势 可能一个月连两万都赚不到 对 我感觉到了 有哦 最近有在做制作曲吗 就是一直在 蛤 就是有一直在倒推租的感觉 不会吧 你住进来这里多久 快三年 快三年 所以想想开始回想这三年 好像很少看到你 没有 我的兄弟 没什么作品 在作品 然后又被男朋友劈腿 然后三个人健康都不好 就我们一家人健康都不好 好啊 那这个真的要好好救你了 因为还年轻要趁这个时候 赶快趁胜追击要打拼 真的 赶快啦 准备 好吧 那我先看一下 好 你知道我们风水二人主席 有话是说的 你不要太放在心上 我们正好 我们现在在这几楼啊 四楼啊 那应该还好 为什么 没有太高 我怕他直接承受不了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 究竟他多久会跑出来呢 尖叫 尖叫 你不要太澎湃了 怎么样 我的天啊 我内心太澎湃了 我现在 怎么了 我现在一直都要说什么 我一直 我一直真的 找不到言语吗 真的没有办法 我用唱的好了 好 一千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伤心的理由 伤心的理由 伤心 真的假的 一千个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你刚刚只是撇一下 就一千个 我跟你讲 随便你眼睛一看过去 全部都伤心 好伤心喔 真的假的 我为你伤心 该我… 我觉得他有时候 人家在看见真正高先生 就知道他的夸食 真的夸食 你真的 你稳住… 你高个儿的 你要稳得好吗 小箴姐 看过很多试面 这应该下个老啪就 眼睛不要放出眼睛了 好 放一次来 你说 你说得出来吗 我… 我反复听到房子的心声 什么心声 房子刚刚对我唱了一首歌 什么 离开我 你会不会好一点 离开你 什么事都变容易一点 真的假的 他怎么都不对我唱 他怎么以前都不对我唱 他怎么可能都不对我唱 很有可能 其实我们知道说这大门 就是一个金玉其外大门 对 但是走进去确实就是节节败退 就是败序其中 所以是非常可怕的 今天刚好听到我们的 就是我们节目已经四季了 你是我们目前第一名 超级品 有这么高 我们进去 再三年 对 我们也想看一眼界 因为毕竟我们还没看到 我们是一一到夕 你到底哪里知道 对 我现在还能活飞太厉害了 不是 我跟你讲 这四季了 我们浓缩的所有坏风坏水 就在今天 走 走吧 接下来就要进到这个浓缩 所有坏风坏水的领域 而屋内失控的摆设 以及诡异的设计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步步为音啊 各位小心 这有一种我以前重操旧业的感觉 对啊 因为在我以前有当过 鬼影追追堆 你每次当的女人 就是鬼影追追堆 鬼影追追堆 大便宜大堆 不好意思喔 这个真的有点 那个鸭筒 我们今天人比较多 你可以帮我开一下冷气吗 对 我已经开了 我再开了两拍 在哪里 你有感觉到吗 没有啊 我两个房间都开了 房间 房间 我们人在客厅 你干嘛在房间开冷气 你知道我们浪费店耶 因为我们客厅没有窗户 没办法浇冷气 所以很闷 而且没有窗户 所以就没有阳光 所以很暗 人们都说要更天暗房 你整个相反就对了 阴暗的地方最容易干嘛 有巨婴的危险 那个巨婴 巨婴 太恐怖了 而且你家里暗明懵的耶 为什么三个灯 不可以先让它全亮啊 可以吗 一个灯 算 算 因为它三个灯亮的话 真的会更热 对 太有了 而且妈妈省电 所以就只用一个 是喔 可是你知道吗 家里的你看电线外露 如果有三个灯 然后两个灯不亮的话 代表什么 老师 什么 这代表就是刚刚小禅说的对 就是巨婴 所以我今天为了避免 大家等一下会丢高 所以一定要先准备两个灯嘛 谁丢高 帮大家先丢 谁丢高 你送去找他 谁丢高 你丢一丢 可是不是好朋友的话 比较容易发财吗 那真的是 会 但是会先发财 但是之后就会节节败退 真的假的 你想要靠好兄弟来帮你发财 那怎么会这样 你一个年轻人 因为我们之前住的一个鬼屋 就是有鬼 然后那阵子过得还不错 但后来搬家了 可是鬼会也会跟你要回来吧 真的喔 还好我们晚上就搬家了 对 其实我们求财是要正财啦 对啊 不要走偏的 是的 所以老师 你可以帮他装上吗 我们先把这光明人给装上了 来 要不要先关掉 你要弄到吗 没有 这样我们 小心 因为我们都要弄你 真的假的 你要弄到吗 你要弄高 你就弄到 以后就变凶宅了 完了 真的凶宅 没有 为什么不会亮 它这个是三段式的 难怪你不怕 先把它装好 这没有在亮 你干嘛还装三段式 风水就是要立即改变 立即改变 立即有效 来 对 这只有你的那边有亮 好 这就代表风水 算了 我跟你讲 这个风水就代表了一切 连这帮子都不帮我 真的 我跟你讲 这没办法 不要哪一天 我跟你讲 这个要收好好不好 你真的哪一天 如果高一点的人进来 马尾沟道 你知道吗 马尾沟道 对啊 输高一点了 对啊 只有你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很危险 而且你不觉得这个线掉 现在很有压迫感吗 你家应该没有超过160 的一个人会来吧 而且你看 我第一百八 还有尖尖的东西 太危险了啦 等一下 欧茜 这不是客厅吗 对啊 那怎么会有一张床在这里 因为我们没有沙发 所以就放床 就是刚沙发坐 所以就说来... 欢迎到我家 来我家躺 只有我坐... 就是大家就坐一块这样 坐着 不是 你刚刚讲话的逻辑也太奇怪了吧 我们家没有沙发 所以我们放床 你不是就应该买一个沙发来放吗 因为这个床是多的 是那时候潘老师跟潘家有多的床 问我要不要 我说当然要啊 你是说潘若迪老师 对 你好意思躺... 他躺过的床 没有 是新全新的 他在开风 全新的 所以我想说不拿白不拿 因为他家没有免费的沙发 所以就是一个贪小便宜的心态导致 他家没有地方再放沙发 没有错 请问一下 如果该放沙发的地方放床 不是放沙发 或放任何事 这叫做客厅就是开门建床 如果开门建床的话 表示就是说 这个人坐在里面的人 都会变得很懒散 因为你想想看 一进来就看到床就想要休息 想要睡觉 所以说这个尤其是 因为客厅代表有男主人 代表说你们家的男生 很没有事业心 然后非常懒 你们家的男生 我弟弟 然后超懒的 就是也不是好吃懒做 但是快要 所以你们不能怪他 谁就能把床放在这里 但是是他先把沙发做坏的 所以我们也不用 不是啊 那重点是进门 就看到床就想躺 然后你这房间充满豆子 要出门工作之后 看到床就想躺一下好了 对 就是会很懒痒痒的 不是谁家客厅会放床啊 这是重点吗 你这再怎么样 有人送你一张床就放房间 你干嘛放客厅呢 客厅就该放沙发 那你放房间 房间都有床就可以 那送给别人 好 我们稍微冷静一下 我发现我们的主持人 有点失控了 因为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硬要把床放在客厅 而且明明客厅又不大 然后硬要放一个 很大很大的场景 这次别人不要 我们拿回来了 因为我们家没有 可以吃饭的桌子 你这一杯到前面的东西 让他这边没有企图型之外呢 最大的影响就是说 他们家找不到任何一个名才位 家中没有名才位 到底该怎么补救呢 再烂都能现场改 抽枪把保应一出笼 所以我们今天先不要讲运势上的问题 他们家已经到达一个 病入高荒的一个境界了 今天就是要来帮你鼓勇 对 能解救他们家狭窄的军官吗 你不要小看 还有这个 哇 哇 我们制作单位今天好大方喔 对啊 大头米耶 我也贴这个 今天制作单位做工出来耶 对 您家也有风水问题吗 请附上联络方式 传真至以上专线 或上未来官网 以及风水有关系粉丝团查询 我们就会帮你改善风水啦 因为我们不能理解 为什么硬要把床放在客厅 而且明明客厅又不大 然后硬又放一个很大很大的场景 这也是别人不要我们拿回来了 因为我们家没有可以吃饭的桌子 你这一倍叫姐姐 你这一倍叫姐姐 大家这边没有企图型之外呢 最大的影响就是说 他们家找不到任何一个名材位 对 你看他们家呢 真的耶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空间是我们所谓的客厅的 其实呢 除了名材位没有之外呢 他们家犯了一个最大的禁忌就是 什么 民房暗厅 对 然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看他一进来只45度角 就被这个床占据了 这个床犯客厅呢 有一句话就是说 客厅建床犹如病床 为什么 虽然上面的人呢 第一个会影响健康 第二个没有隐私 第三个来讲的话呢 他的名材位不具 材位变死位 所以说家里呢 钱财一定不会具 进门的45度角 放的是张床 不仅进门建床 也让材位变死位 更造成了身体不适 还有严重的漏财危机 而这个客厅 更藏有一个 比没有材位还严重的问题 这个代表内明堂的玄关 竟然是运势衰败的注印 此外呢 他们家还有玄关有非常问题 其实我们今天呢 先不要讲运势上的问题 他们家已经到达一个 病入膏肓的一个境界了 所以我们 对 所以我们先来补救 我们家的玄关 因为我们家的玄关呢 又小又窄 其实没办法聚气之外呢 而且病入膏肓呢 我今天就是要来帮你照顾一下 这是什么 在一个带一个地点呢 解救他们家狭窄的玄关 不要小看这地点 因为它有吉祥如意是不是 对 它后面还有派的这个 硬币 没错 我们制作单位今天好大方 对 要大手里 为了K这个间制作 大家坐公车来 怎么样 为什么要后面一个红色地点 后面要拧硬币呢 其实这个有66 36等于36个硬币 代表就是36天罡的意思 因为他们家的格局实在太坏了 连财神都要抛弃他们家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们家玄关实在太狭窄了 那这36个硬币呢 代表36天罡 就是要提升他们家玄关的地气 那所以说这个硬币呢 我们就立即把它摆到玄关 所以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做吗 可以 那我可以用更大一点的地点 然后就是铺更多钱吗 不用 其实只要36美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因为就我们刚刚讲36天罡嘛 好 所以自己在家里也可以这么做 就六个为一排 然后六排 这样就可以提升家里的一个玄关的地气 对 提升地气之外呢 因为36天罡呢 是极阳之数 那我们知道说它这个格局呢 是一个阴阳交错的格局 就是民房暗厅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就比较容易聚集一些晦气所在 所以说这个极阳之数呢 可以把这个气场整个提升 老师 那我请问一下 因为很多人现在家里的装潢 真的有点不太适合放这样的图案 那还有什么样的地点可以选这个呢 其实你可以选一个很可爱 例如说上面有一些卡通图腾的啊 但是呢 我们原则上以红色为主 因为红色代表洗气 开门见洗嘛 然后所以你后面贴一个硬币的话呢 又有个打紧 采线的意思 然后所以说可以把柴绳引进来 可以的球集次 我可以用粉红色或紫色吗 可以 只要以粉色 然后亮色系 红色系 橘色系为主 对啊 那像一般那种营业场所 会有一个很大那种欢迎光临 它后面是不是也可以贴的 可以可以 这就是一个招财的小秘房 好 好 好 要放哪啊 就把它放在那个我们的大门进来这个地方 不是放在这 我一直以为是放在这 放在那边 对 因为他们家的玄关呢实在太狭小了 所以还好他们家的玄关狭小代表说 人际关系容易受到压迫 然后呢 好运呢 容易被人家截走 那其实他们家的玄关呢 唯独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装了一面镜子 这一面镜子呢 可以把这个空间感变大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你们玄关是你们家最亮的地方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小还可以等于照 超亮的 阴暗狭小的玄关容易影响人际关系 保持玄关的光线明亮之外 还能够在玄关处摆上 加有36枚硬币的红色地毯来提升地气 而在客厅里放置床铺 不只隐私外露 更是导致懒散丧失业心的元凶 还是建议客厅以摆放沙发为主 因为我们现在才目前解决了你一个小问题而已 吃到你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都没发现 没有啊 一走进来 一走进来先看到什么 你的厨房 哪里 厨房外面是什么 冰箱 而且你可怜到说冰箱平常我们这样 柴枯外露都会想拿起来吃 我们今天都不想吃了 我知道为什么 你的冰箱一打 你的冰箱让人家很不想要打开吃东西 一定是颜色的问题 不是还不是 不是有一种味道 对 酸酸的冰箱 因为我们家吃泡菜 所以泡菜要不然很重 是真的是泡菜 还是你放到变泡菜 它真的是泡菜 真的因为我们家很爱吃泡菜 可是冰箱都会酸酸的味道 对啊 感觉那个味道还蛮重的 对啊 而且你看 你看看你进来看到冰箱 在那厨房 对 厨房其实蛮大的 可是你看它的罩也是对后面 通的啊 罩外露 这样子不行 当然不行 因为其实在运势上来看 你看这个门一进来之后呢 你发现它厨房三宝全部都漏光光了 为什么呢 厨房三宝就是冰箱 酱油 沙茶酱 盐巴 其实还是黑鮪鱼 鱿鱼子 樱花虾吧 对 其实都蛮好吃的啦 对 三宝是什么 其实三宝就是说呢 你的那个炉灶 然后还有琉璃台 就是这个水龙头 还有冰箱 这三宝全部都见光 然后漏光光 代表呢就是说 这个很容易坐吃山空 然后呢没得逃 对 太准了 我一直在吃老本 所以你一直没有在存钱 存 但是马上就吃光了 就是存了马上要领出来要有什么房租啊 水电了 不嚼一嚼就又没了 你有在吃吗 因为你太瘦了吧 有啦 而且我常常胃炎 常常胃炎 就泡菜吃太多了 真的 那我来的 腌制品 我不知道 因为我每次只要吃东西 就会一直拉肚子 每天 糟糕 老师说他身体不好 因为其实他身体不好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的厨房这个后面呢 就是一间厕所 对啊 所以这个厕所紧铃的炉灶 那这样的运势上呢 容易影响全家的健康运之外呢 尤其是因为灶是属于一个 女生的运势嘛 所以女孩子跟妈妈的健康 都要很留意 那他冲的就是肠胃 肠胃就是手当其冲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马上改进 那怎么改 它的格局已经固定 而且还是租房子的啊 那租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对 那这个就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厕所的地方呢 你可以种一个 土种的黄金格 在马桶上面 然后或者说在马桶附近呢 可以放 就是放一桶那个木炭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这叫泄汽 除草 他们家没有窗户很危险 也没有悲伤到要放木炭吧 对啊 我们要积极向前 珍惜自己的生命 因为木炭的话 它可以除湿 除草 然后去除这个草气 我跟妳讲一般家人 如果风水没那么糟 它可以放木炭 可是因为他们家风水 遭到可能会骑 是那个骑鬼谱 很恐怖 这一块 对 所以你还是放那个 那个什么 九中 那个黄金格就可以了 对 但是我家狗真的很常 对厕所乱叫 你们家有狗 有 但是因为怕它乱叫 所以就今天妈妈把它带出去了 那它平常在哪里养啊 它都待在厕所 有自己的房间 厕所 对 它家在厕所 它还整套会预设备 对 它的笼子在厕所 这不是太潮湿了吗 所以它才会叫啊 不然你以为要叫什么 对啊 你家的狗 应该湿气很重吧 对 我们家狗湿气很重 其实湿气重之外 其实阴气最重的在那边 对啊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只会把狗湿气都重 老师 那我想请问一下 它的厨房这样子 它是否这边可以加个门 还行吗 一定要加 因为第一 它厨房没有门 然后在它的客厅 是不是都没有沙发 只有床 所以代表没有靠 所以家里刚好 如果又没有男主人的话 这也符合就是厨房没有门 然后又没有沙发 代表没有男主人 那表示说你出去 很容易被人家欺负 其实表示说这女人当家 是很辛苦的 然后看起来就是很为你心酸 但是没关系 不要落泪 我们如果说这个门厨房 我们可以加一个门帘 就可以把它给遮蔽起来 然后冰箱把它移到这个位置 其实这样就有个内外的区隔 所以冰箱跟灶在一起没关系 没有关系 只要不要对到门就好 你开门的方向是这边 冰箱好 而且因为你刚好这边眼睛 对啊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架一个脸 对… 然后把冰箱搬进来 那个搬出去 这样你厨房三宝就不会外露了 是 厨房三宝 冰箱 灶 洗手台 你全都露在外面 这又怎么能够帮你守住钱财呢 但是只要先将冰箱移开走道 再加装门帘就能够轻松化解咯 假设有些人家里 不方便加这个门帘的话 你要避免这个柴气外流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小方法 什么… 其实就是你要准备一个红包袋 红包袋里面 这里面我已经装好了 这里面可以装… 对 可以装粗盐 粗盐的话就装到红包袋的三分之一 里面再放十个一块钱的硬币 那这个红包袋包好之后 就放在这个厨房的四个角落 四个… 所以要四包… 要四包… 怎么看四个角落啊 就是… 这边一个角嘛 然后这边也一个角 然后还有这边一个角 然后这里没有角 所以你要制造一个角给它 就放到下面这边 那边上还是一定要搬进来 好… 那里面为什么要放十个一块钱呢 代表就是一元赴死 万象更新的意思 那粗盐的话代表除晦气 因为你这个财气外流汇气太重 所以建议你把这个四个点顾好 这叫黄金的四个角 所以把它顾好之后呢 这个财库呢 纵使里面有… 假设不方便装门帘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气场提升 好的 所以这一角叫做黄金四角就对了 对 黄金四角 因为我叫黄金六角 是 好啦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解决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去哪呢 我们再来去看他弟弟的房间 好 弟弟 弟弟旁边应该很好拔 我觉得 他房间很拔 弟弟的房间在哪里 有窗户的一间 所以你这个床是妈妈可以睡还是 妈妈跟弟弟都会 那弟弟有自己的一个房间 好啦 你先去看 把一下再告诉我们你的心情是如何 好 十二大败的诡异格局 就又震撼登场 效果极强的法宝 管他凉鸭跪鸭都不怕 解决他的那个梁呢 鸭床的问题呢 我们就是可以吊一个 它具有稳定磁场的力量 所以你就说 如果说床真的没有地方摆了 他就是一定会有 凉鸭床这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用 来化解 接下来来到弟弟的房间 这里的风水问题更是失控 如何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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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我们打不开 不要去看 小心 好可怕 怎么了 而且我们打不开 我打不开了 快点开不开了 怎麼樣 告訴我們到底什麼樣的情形 我老闆又給雨昕 讓我高歌一曲 你們趕快進來 我們還要這麼一刻耶 好恐怖 怎麼樣 太恐怖了 為什麼 你們會做一個這個 這什麼意思啊 這就是當初就有了 然後就說會想說 應該是會有通風吧 因為我們唯一的陽台 在這個房間 對 因為它客廳沒有窗戶 所以他故意做一個窗戶 想要透一點這邊的光 應該是這樣子吧 要不然怎麼會在房間 做一個就不恆乎通風 還不錯 客廳 那很方便耶 其實這個風水格局 我們剛剛講了 就是說在客廳是不是 就是暗廳 然後這邊民房嘛 所以其實他們家的格局 就是一個陰陽交錯 非常 就是非常顛倒的一個格局 你剛剛是要說失敗嗎 對 你是不是修練呢 其實真的是史上最NG 最失敗的風水格局 說看看有幾個大失敗點 好 來 第一個點就是說 你看它這個床呢 它是不是就後面 就進了這個窗 那這個窗就是腦後見窗 就是見空嘛 那我們的人體 都有一個百會穴嘛 那百會穴 像是我們靈魂可不可以安定的地方 所以說其實它後面見窗 代表說地體的靈魂 是沒辦法安定的 那什麼叫靈魂沒辦法安定呢 代表說它的思想 思考呢 常常喜歡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它腦後見空呢 表示就是說它沒有聚財的概念 就是因為氣虛嘛 氣虛就是氣虛 體虛 財也虛 所以說它的身體狀況 也是要很留意的 它腦袋空空 對 然後而且它超胖 重點是也沒有吃的特別多 它就是很胖 然後瘦不下來 不知道為什麼 那有睡不好的狀況嗎 還好 因為它每次睡覺 都頭在這腳在那 而且它不是故意 它就睡一睡就變成這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表示它都知道那邊不好睡 它才要頭反過 難怪誰要睡顛倒 那樣人這樣睡的啊 可是 也是四處外露啊 對啊 你什麼時候跑到那裡的啊 這邊這麼方便對不對 當然也是四處外露 也是不好啊 老師 對啊 因為其實它腦後健空 代表就是沒有頭身 那沒有無頭神來講的話呢 它的 第一個它頭看過來 第一個沒有隱私 那第二個也容易犯小人 然後再來你看它的這一個呢 腳呢 其實是向著那個陽台的門 也不好 所以其實它就是雙露 頭露 然後四處也露 雙露 對 都露 都露 全都露 其實你的床如果擺這樣子的話 那是涼嗎 對 虎肌老師它是要怎麼擺床位 才是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它這個問題呢 我跟你講 與其後面是窗 不如你睡到涼下 那其實呢 當然睡到涼下也是不好的 可是呢 你也只能睡到涼下 因為第一個 你睡到涼下呢 你才可以左右縫圓 你也不會背門 你看背門又背窗 然後你睡到涼下呢 其實你還是有一個辦法可以化解 就是你可以把床頭櫃 墊出來墊 就長一點 對 然後墊出來之外 我這個要墊很不來耶 它那個涼很彎耶 對 對 那哪門這個涼啊 超寬的 怎麼可以這麼寬啊 如果說真的沒辦法墊 沒辦法用床頭櫃的話 你可以在床頭呢 放一個白水晶也是可以的 那此外呢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說 你看這個涼是不是很寬 那從這個涼的底處呢 到這邊可以用一個簾子 把它包起來 對 製造一個假的 一個小布脈 那我們以眼不見 微鏡為主 就可以了 再做個裝飾 把它包一下 你就會覺得那個涼看起來是 好像圓圓的 對 圓圓的這樣子 其實就不會那麼嚴重 床前有窗 床後有門 不僅一範小人 爛桃花 更是影響睡眠品質 我們除了可以擺放床頭櫃 水晶也可以將布脈 掛於樑下來化解喔 老師 它這個地方是柴位嗎 它這個地方是柴位喔 所以說唯獨這個房間來講 最大的柴位就放到這個電視機 可是它柴位上面有涼也沒關係 其實倒還好 因為其實它有一個很大的L型 你看看難得有一個柴位 放的是什麼 兩隻泰格熊 不好意思 它是泰迪熊 是泰格熊 泰格熊 它改名叫泰格 你看看就上面的灰塵 然後這一隻 後面這隻我已經不想摸了 因為看起來已經沾了一層很厚的灰 所以很可惜 其實它這個房間 我們知道它唯獨聚氣 就是只有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又有雜物堆滿 其實這個材就已經很不聚了 然後再來你看它這個房間 其實從進門到這個陽台這邊 其實都有一個 穿塘風的一個形象 好耶 我們都沒看到 對 真的耶 你看他們家 唯獨聚氣的地方堆了雜物 而且又發現說 這個大門跟那個陽台 其實都有穿塘風的問題 那穿塘風的話 整個都是大瀉器 大瀉器之外 它這個書桌又背了窗 又背了門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風水格局 我們講十二大敗的一個風水格局 滴滴的房間 不僅房門正對落地窗 造成穿塘風 書桌背窗又背門 帶來不安全感 更有涼壓床影響睡眠 而這無法聚氣的格局 就要現場幫你破解 那我們要如何拯救 這個落空的格局 其實因為它這個整個格局 已經沒辦法改變了 所以我們只能不小補 擺一些小東西 來幫它做一個擺域 擺什麼 來 第一個 我們第一個 它解決它的涼壓床的問題 我們就是可以掉一個白水晶球 白水晶具有穩定磁場的力量 再來 因為它整個房子 沒辦法聚氣 所以也是需要有一個五地潛 來幫它做一個提氣的作用 老師 先等一下 所以你就說 如果說床真的沒有地方擺了 它就是一定會有涼壓床這個問題 我們就可以用白水晶來化解 那是掛在樑上還是掛在床上 掛在床頭的上面 老師有一種是那種有做的 放著這種白水晶也 有 如果你有做的 或是用掛都可以 只要是白水晶都可以 放在床頭 就要把它放在床頭這兒 對 假設如果 所以它床要先移過來 對 如果它床會移成這樣的話 就把它放到這個頭的上面 那它現在如果這樣 這樣的話就 這樣就是見空就沒有辦法放了 所以床頭的部分就是放著白水晶 另外你說還要增加地氣是五地潛 對 可以放個五地潛 那時候放在床 五地潛的話是因為它有一個 穿躺風的問題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門後 門後的地方 因為五地潛是一個盛世的代表 所以它可以提升氣場 把它放到它的門後面 對 門後面 可以放在那個手把上嗎 就是放到手把 可是它手把大到掛不進去 我們家手把是正常的 冷靜 冷靜 一切都是天竺 等一下 拿一個槍比金套一下 天爺也不要幫你 連手把都不包我 好啦 我先暫時掛一下 我今天好多要搬的 床要搬 書桌要搬 好忙 好忙 今天 真的 江湖地潛懸掛門靶 輕鬆化解穿躺風 而白水晶懸掛床頭上方 更能夠破解兩壓床 好慘 好慘 所以接下來是 是我房間對不對 對 但是去你房間之前呢 你剛剛說你扛得很辛苦對不對 又怎麼了 其實這裡有個風水 就可以看得出 你真的扛得很辛苦 真的假的 外風水一一來襲 更多法寶前來相救 好慘 好慘 所以接下來是 是我房間對不對 對 但是去你房間之前呢 你剛剛說你扛得很辛苦對不對 又怎麼了 其實這裡有個風水 就可以看得出 你真的扛得很辛苦 真的假的 因為你看它這個客廳嘛 雖然不像客廳 但是這個客廳的空間裡面 有一個衡量壓過 這叫做衡量壓到中心 代表就是說在事業上 你除了會扛得很辛苦之外 而且很容易事業被腰斬 然後殺出陳咬驚 好厲害喔 你說得好準喔 妳有發生什麼事嗎 就很常遇到這種狀況 就可能還沒有我的機會 但是突然就不是我了 根本都講好的 然後我也沒辦法說什麼 對啊 就是最試鏡點是女士 然後什麼 可能都上了 選角也都是選 可能劇照什麼拍了 然後最後不是你去演 對耶 好慘喔 這真的很氣耶 真的還不如一早就知道 自己被刷掉了 所以這個叫什麼 涼壓 這是涼 客廳中間有一個很涼 所以這是壓到你的中心 壓到你的命脈 所以這個事業上來講的話 就是很容易被腰斬的一個格局 像是如果在這樣 你就說導演難怪 當然倒是因為我們家有涼嗎 對 我們快給娘就對了 對 可是這沒辦法 老師 因為這個就真的是貫穿 整個家裡 對 但其實如果有一般家裡 當然是出房子 如果說一般是買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把這個涼 把它包起來 就是眼不見為盡 因為它其實也沒有很厚 所以如果整個天花板做起來 它是看不太到的 對 可是帶住不是又更低了嗎 沒關係 妳可以包薄薄的一層 其實不會 對… 好的 好的 我們接下來就去看看房間囉 而接下來丫頭的房間 更是有著阻礙貴人 影響眾人思緒的格局 不好… 不夠了 裡面太熱是不是 講一下… 到底裡面什麼感覺 我心情真的太空派了 真的 我再一次想用歌 來 好好表達我現在的情緒 好… 花花世界 明亮蝴蝶 在人間一失殿 何苦要賞進天 不如溫柔童眠 來 睡好了 真的嗎 我成功耶 等一下… 等一下有砥砥砥 不是啊 不是 D8圈 不是固滿了 D2C 等一下 請問一下妳剛剛唱這個歌 跟砥砥砥有什麼關係 我剛剛在後面Ending 是都會放砥砥砥嗎 老師妳幹嘛躲那麼遠啊 對喔 因為遇到這種砥砥 像我們這種正能劇 要躲遠一點 真的假的喔 真的嗎 真的就好 好 我們要請 等一下… 我問一下是髒還是亂 還是風水 亂髒風水 好… 所以我們要進去蜘蛛洞嗎 好 走… 我們進去蜘蛛洞 好 房內雜物橫深 讓恐怖的會氣房即將來襲 我已經稍微整理過了還亂喔 這稍微整理過 什麼意思 他把蜘蛛座起來 我跟你講 而且妳猛一看 妳會不知道它到底床在哪裡 因為妳會覺得 這好像是一張椅子 不是 它可笑的是 妳這個放在外面 還比較像沙發耶 對啊 妳這個床是床嗎 對啊 妳看這個 這根本名字就是那個 EXIA的那個沙發床 可是因為這個放在外面 然後我們試過電視太低了 就是媽媽說不舒服 所以又還是搬回來 電視不能放高一點嗎 對了 我為什麼沒想到 妳的重點是這個 真的比較像沙發 然後外面那個床 比較適合放這裡 對啊 因為妳也太好了 其實單身女子嘛 妳是有在賣iPhone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一直掉iPhone 妳這種迷糊的個性 一定會一直掉吧 我真的 我一直腦袋空腦 我常常掉東西 妳的錢都花在這裡啦 而且為什麼會一直掉 老師告訴她 她的風水 是不是會讓人家 一直想掉東西 沒錯 因為來到這個房間 妳就會發現這是一個 為什麼是晦氣房 妳看它的雜物 真的堆太多了 就像剛剛那個佩甄 甩那個蜘蛛房 其實這個叫做 運有千千結 所以這個結永遠打不開 妳來看… 妳看它的雜物 妳來看 它的雜物已經失敗到了 連縫縫都是 櫃子中間爆開 對 真的太多東西了 沒錯 其實我們剛剛講 這個房間叫晦氣房 什麼叫做晦氣房 晦氣房就是第一個 妳的房間裡面有一個廁所 但是這個廁所又沒有窗戶 然後廁所裡面濕氣很重 第一個就構成晦氣房的第一個要素 第二個就是說 它這個雜物 全部把它堆到天花板上面了 這代表就是說 這個雜物太亂了 第三個晦氣的地方就是 它除了雜物之外 它這個空間又形成一個凹槽 對 就把這個凹槽呢 雜物都全部丟到這邊 代表晦氣沒辦法流通出去 妳怎麼走得到妳要穿的衣服 所以我常常都是拿著就穿 然後都搭配著很奇怪就被罵 而且妳自己想要營造一個 小小的更衣室是不是 沒有 當初是因為要省空間 因為如果都擺平的話 很多東西地方都沒著擺了 這是什麼 連哩哩哩人間就是大堆 本師送的 用手不得丟就一直擺著 真的 而且妳怎麼會有辦法 在夾縫中彈鋼琴呢 而且還沒有椅子喔 妳可以告訴我 妳站在那邊到底要怎麼彈 就這樣彈 就很夾縫耶 沒有 完全沒空間放 那妳琴意怎麼會好咧 真的耶 對啊 妳都沒辦法 妳怎麼知道我琴意不好 妳這樣子一看 也知道不太會彈 而且妳看她的iPad 會彈的一定要有椅子啊 好不好 那不是重點 對 其實它不只琴意不好 其實它連 不是琴意嗎 妳好直覺喔 妳 真的 會彈鋼琴的誰會把鋼琴放這樣 對 除此之外 她的腦筋也真的不太好 因為你看 她的腦後又見空 腦後見空 然後這個雜物又堆很多 這代表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晦氣的象徵 老師 平常聽講 我真的不知道她投睡哪一邊 妳可以幫幫我嗎 其實她 我現在看不出來她投睡哪一邊 我覺得她看電視的時候 她是這樣 然後睡覺的時候 就看那邊走哪裡 是這樣嗎 兩邊都會耶 對啊 她兩邊都空不空 老師 她如果像這樣很隨性的人 她到底應該要看那個床頭板 其實它的床頭 其實它的床頭還是要靠壁 否則它很容易六神無阻 然後原神見空 而且你靠壁 你那邊比較有空間 靠壁是什麼 靠在床壁 對 床頭靠 不難懂嗎 床位不靠牆 導致六神無阻 原神見空 將床位貼壁 提升睡眠品質 自然有助思緒清晰 其實改善的方式就是說 把這一個櫃子 跟櫃子之間的凹風 把它解決 就是說你把這個櫃子 最好就把它靠壁 把它弄好 把它弄成一直線之後 你的空間就會出來了 那空間出來之後 你再把這個床 稍微把它移過來一點 把它靠在牆壁 靠牆壁 靠牆壁來講的話 你的頭原神就會有靠 那原神有靠的話 腦筋就不會空空的 對 所以我以後會變很聰明 什麼東西 如果我看好以後 馬上就會變聰明 我忘了你們家 還有壞風壞水有一大堆嗎 對 只有這個 真的 問題也不是只有我一個 媽媽問題也很嚴重 會聰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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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還好說 它這麼擠的地方 它的廁所至少沒有對床 對 還是沒有 但是因為它的廁所 其實還滿潮濕的 因為他們家最大的問題 就是廁所 完全沒有任何窗戶 對 沒有窗戶 對啊 廁所只要在每窗戶 就是會 有濕氣 房間會很潮濕 我跟妳講 還好 妳來看 他們家之前很特殊的 挖了一個不知道什麼鬼洞 妳看 隔壁跟廁所互通 雖然洗澡都彼此看得到 妳看 又跟隔壁廁所互通 妳來看 妳來看 它挖了什麼鬼洞 妳告訴我 這不是在監獄裡面 才會有的嗎 所以這裡是通哪裡 另外一個廁所 那不是濕上加濕嗎 對 這是晦氣 已經要在那邊循環而已 對啊 妳只是讓妳兩間房間 的濕氣互通而已 妳的衣服應該很容易發霉吧 可是說老實話 妳不覺得進來至少沒有味道 但還好 對啦 妳的廁所 還算是滿乾淨的 沒有酸酸的味道 所以這是唯一的 為什麼會酸酸的味道 妳不會泡菜是在這裡醃的吧 為什麼這裡會泡菜 所以泡菜要用腳踩 在那邊啊 妳去打蛋了 媽媽先在那邊泡菜 可以在那邊踩 好的 所以廁所還OK 就是沒有對外窗 然後妳的床位 反正最重要就是 趕快把它搬一搬 改一改 好 然後東西講真的 女孩子家 收乾淨 然後穿不到用不到的 就捐出去 或二手拍賣賣掉 好 就是不會堆成這樣了 整理一下 我知道妳有稍微的黏 可不可以再燒大一點 因為它 妳東西不丟 妳永遠就是堆在那裡 妳就會越來越擠 越來越擠 所以妳一定要丟東西 一定要捐出去 雜亂的房間 造成氣場不順 晦氣橫生 將櫃子床位 靠牆擺放 來製造更多的空間 讓氣場流通 而廁所 則可以利用黃金格 木炭 活化氣場 消除晦氣 它那個門完全又是一個打不開 對 然後我一直在找人家 我不是在人家換衣服嗎 要找那個全身鏡 然後一直找不到 我現在看到了在門後面 我覺得這樣省空間 因為門後放東西很長 了解 因為身為一個藝人 妳怎麼可能沒有全身鏡 妳一定要全身打理好 才能走出門 所以不能放那邊嗎 絕對不行 因為這在風水來講 有一個煞氣 因為門後代表就是一個暗櫃人 我們知道房間有所謂的名財位 名財位就是桃花名得來 然後櫃人名得來 但是門後就是一個暗櫃人的地方 那你的暗櫃人都被你蓋住了 所以說你的名財位也沒有 也是亂七八糟的 就是床頭那裡 對 所以說你的名貴人也沒有 暗櫃人也沒有 所以其實整個都還滿妥奇的 妥奇 暗櫃人也沒有 暗櫃人也沒有 我們在演藝圈最重要就是要櫃人 妳只能去買浴櫃人 對 沒有人幫助 那鏡子到底放哪裡才對 我都不知道該放 其實鏡子來講的話 妳還是要把它 當然要藏得好一點 那主要來講的話 妳可以把它放到這個地方 不要放到那個門後面 不要放到那個門後面 對 動線 然後鏡子就小心不要照到床 為原則就可以了 是放這最安全的人 對 而且也不會門只開一半 對啊 妳就可以讓妳的門 真的完全打開 這樣至少會有暗櫃人 這樣有人暗櫃會幫妳 提拔妳 拉妳一把 太好了 馬上改運了 對不對 要講清楚一點嗎 暗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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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也是個櫃人 對 一定要有櫃人的 這演藝圈那麼辛苦 如果有人可以幫忙 拉妳一把給妳機會 這些都是好好的櫃人 妳接下來到底有什麼規劃 妳們公司還記得 有親妳這個人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我常常被人家忘記 就不是說如果上節目 大家就會忘記我 就會先 可能先發別人這樣 因為妳之前不是有 妳只有出片在一個團體裡面 對啊 而且妳的辨識度跟妳的 讓人家那個記憶點是很高的 因為妳的聲音又很可愛 然後妳的長相又很甜美 所以這是房子錯的問題 所以我這三年 感覺不出來嗎 這三年 妳知道嗎 我們節目來幹嘛 好 我這三年 這演藝圈可不可以白換 也別這麼說 沒關係 因為妳還年輕 對 趕快弄一弄重新開始 而且我覺得反走握必留下 妳今天努力 大家還是會看見 然後只是說 妳要更好的機會 妳就要把風水改好 可是妳就改名字 因為現在鴨頭 大家因為有靈異商 妳改鴨舌頭 鴨舌頭嗎 鴨舌頭 鴨舌頭 好吃耶 對不對 鴨舌頭不錯 鴨舌頭 鴨舌頭也可以 沒有… 因為鴨頭 所以妳中間鴨舌頭 對 因為有時候單名不好記 舌頭 鴨舌頭很信鴨名 舌頭 還不錯耶 還不錯耶 我說妳有 是鴨舌頭 把風水改好 大鴨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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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 我們好 謝謝三位貴人 謝謝三位貴人 五位貴人 你們就這麼小 真的嗎 經驚 要有因為